榻榻米因為有冬天的熱、夏天的涼的獲勝是歷史榜後的獲勝 早期台灣因為日本時代流下很多歷史建築 讓他們看榻榻米成為新婚的頌廳 在時代變成之後榻榻米已經拿出主流的市場 出台是各種化學在一起的碰城 中華館也只存一位手工製作榻榻米的財富 努力將這項手工的保存下來 每天早起開港之前新店休想新名清安 這間為在中華市原青館對面的手工榻榻米店 是中華館不正寄存一位於他這間的手工榻榻米店 雖然現在大家都慣是睡碰城 但是也有人教他睡榻榻米 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丹西湖 因為高校比亞就開始對著爸爸還是做榻榻米 這次就是五十多年 從初我做這就是我們家的自己的工作 在不使用下去倒數 然後繼續做到現在 對 你要做多久 五十年 五十年喔 那現在這些東西都收到有嗎 這是一般的家庭齁 也都有在用 對 而且我們中華館跟一般現代的館 以前有什麼不同嗎 有什麼不同 對喔 這就是有的睡這個關係 然後天然的東西 上面這個林草都天然的 我們冬蘭夏涼 請問我們這個榻榻米它的材質是什麼東西 它用什麼材質在做 材質在做 材質在上面是稻草 上面是林草 下去煮的草食這樣 早期中華館到五間的榻榻米店 到現在只存在一間 對這間企業無法團成 它也相當的無奈 我們中華館要多一個人做這種 中華館要多一個人做這種的 中華館和唯一我一間 只要我做 所以你目前沒有人家出在學生嗎 沒有人家做 沒有人家做 秋冬做的榻榻米跟一般機器做的比起來 秋冬榻榻米不能比較適用 而且又多一份認真味 很多機器無法處理的部分 都需要人家到處來修正 秋冬做的有時候不可以嗎 不可以不可以 秋冬都用沾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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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連秋冬做的榻榻米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當西湖也是堅持繼續做下去 為這個傳統秋冬的老學烈速現場 20公斤 新中華新聞 北明林中華 蔡鳳報道